大家好,我是笑影艺术协会,王永耀 今天又是成龙的讲博时间 近期我也是喜欢一年多期 是想给多些深入沙龙的敌裁给大家 虽然是深一点,或者是大约重复 但这些都是很多世界十节得奖的作品 这些现在给大家看的很多是得奖的 还有为什么有沙龙的元素 令到他们得奖容易,而且频频得大奖 当然不是普通的道次一游 有些是真是天马行空想出来的,加些东西 还有很多是,无论彩色也可以,黑白也可以 一样这么精彩 好了,那我们深入去探讨一下他们的原制作的元素 第一张在吴村拍摄的很多冲浪作品 其实你看到这里有两只船 正在冲浪 后面也可能会有一些船 在海面前面有船 那个当天真是出海的时间 浪大 你就会用到很像现在这些船 那个船头跳起了 一个大浪就会显现了 我们为了这样 为什么去到八个小时 花八个小时至十个小时 去渔村这个地方 那天真早已经冲浪了 因为只有那里的渔村 有这么漂亮的渔画作业 也有这么大的浪的机会 尤其是在打风季节 那这个呢 就是天时地利人 其实使我们要出大片 都要去那里拍摄这些船 船拍得很精彩 但是到后来 你都要制作得更加天马行空 制作得很澎湃 这张呢 就真的制作得很澎湃 加上闪电 这些闪电其实呢 有时候香港的 香港有时候行雷战 都可以拍到这些 只要空降的地方 所以 制作的元素其实很多 第一 你要拍到这么漂亮的 原作 第二 要加强它的效果 乌云密报 闪电 已经触发起 这张照片的魅力 加上 当时的冲浪 情景 造成了一个 很大很大机会 拿奏艺术价值很高的作品 这些题材 无论你彩色 或者黑白 都是很大的拿奖元素 当然 调色是很重要 黑白 调色我上次讲过 加深色的 好了 看彩色 都是很丰富的色彩 因为行雷闪电 那时候 一定闪电的时间 就会有紫色 紫色的颜色 这些颜色就好 冲浪的人 他们的服装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他们的衣服的色彩 会突出 把作品出来 好了 看第二张 翠鸟 插水 食鱼 以前真的很困难 才能拍到一张 当然这个后期 我们能够去到那些 去到这些 如台湾老师带去那些地方 野生的地方 他特意做一个水池 在那里 把一些鱼下去 我们的成功机会 真是百分之七八十 尤其是你是有 你要离开 然后WAN店 拜门足够 用党二千元三千元our 就会随时 уд舍弃 所以这几年的作品多到获奖无数 黑白做得很深 水花自然得出来 看看彩色 翠绿的胜材是什么 颜色丰富 头又蓝 耳目是黄色 金黄色 橙色的 然后进入树林的屋子 色彩完全表现出来 我看第二张 新疆特意安排一场跑马 就是为了在黄月季节 在黄月的树林中走出来 马匹走出来 沙地就会起烟起来 当然现在的灰尘没有以前那么厉害 所以我们在后期制作 都要将沙尘更加加强 彩色会远 彩色很漂亮 是吧 后面金黄一片 前面的人的複色 红色 绿蓝色 红色的主体最抢眼 永远都是好处的 抢眼颜色 另一张 这张我们在延洲 找小朋友 安排他跳马包 小朋友有得不玩就特别开心 跳出来 天真无邪 真正的笑容 加上一些麻包袋 很有趣 最好找以前的黄色麻包 但是现在很难找 白麻包都可以 所以他们一跳出来的气氛就十分好 现在也是那些泥沙加强了 令到作品更加澎湃 第二 到彩色 要做金黄一点 泥湿泥 白泥是做金黄一点 当档色彩活灵活燃 东北苦 每年十二月 我们都会搞一场东北行 就是一部分为了金黄 这些当然是自养 自养得来 是胖了一点 老虎是老肥一点 因为很少股 要拍到他们什么 想吃 这只珍珠鸡是200元一只 很贵 因为你没有把握不帮插鸡 你没有可能自己带 你带他不会帮你放 是吧 一个团纳的分钟 只买鸡的花费也要二三千元最少 就是为了一张沙拉的作品 这张照片可以全白 正式来说是顺白的拍摄地 但亦是为了加强色彩 除了金黄色的烟尘 看到黄色更加好看很多 看看彩色黑白 转黑白 一样是有些深淡 深灰、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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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 上面有些黑一点的树 前面雪地你没有可能欠 一刻就不是雪地 另一张新疆的赶羊 又是拿到无数 光蒜用得很好 起了烟光 赶羊过来 一只羊都起了金黄 但你看到 一定要加强烟 后面加强烟气氛就不同了 还有赶羊都不会黏着泥 黑色的地方 一黏着那些赶羊就不见出来 彩色看看 凤身我们做这些沙的照片 烟尘的照片 我们在彩色上面 都会比较金黄 不过色彩就会走出来 如果圆色可能很鱿 有些鱿鱼白白的黄 相当所以出来就不够分 不吃分 另一张赶羊 这个黑白 亦是加了一些白位 你看到那个木羊人 在白位上 如果它黏在黑位上 不过你好赛 我这样做 做白一点 用白色的色彩 两张差不多的题材 一样要找到浅的位置 带着红头巾 黄色加上一个红蝶 红色的主题 这张细腊 呼伦布尔 雪地套马 真是一权 雪地 他们呼伦布尔的马 跟新的马完全不同 肥肥矮矮 因为他们很多时候 则人都冰之后 所以脂肪有更多 跟新金是不一样,很特色 它们的马仔真的很特色 有时它喷烟冻的时候都很漂亮 这张是彩色,也加了一些金黄的元素 因为有太阳,所以说得通,有太阳的时候会金黄 这两张是雪地港马 在做黑白元素,三只马都是深色的有层次 如果有一只白马,就没那么漂亮 我们看看做什么题材,有五种色彩的马 黑黑黑,加上马人黑就很突出 如果有一只白马,就会黏着白血比 连州晨江一线,红帆打水 那天的云彩很漂亮 蓝天 两只帆船有红色就突出了它出来 有祖影 有陈山幻蓝天 有陈山幻蝶 有陈山幻蝶 所以这幅美丽的风景线也在我们眼前 但这幅不适合题材是做黑白 因为红帆黑白完全起不了作用 所以我没有做黑白给你看 现在又是黄金的地方 这个晒佛节 饮酥油茶 曾经拿了一万元欧罗 它在饮茶的过程中 是很多 热茶一冷一热 起晒下气 很精彩 这张圣座有阳光 把头是后侧光 勾出来 前面那些茶叶辣辣 烟就会吹出来 彩色 这个题材 因为写实题材 彩色作品 黑白作品 一样漂亮 当然两样作品都是 后面都是压黑了 这就没有太贼念 如果有外面的人在后面 那张照片就不太理想了 现在给你看三张 这张就加强了那些茶的气氛 这张没那么多 第三张气氛 精彩一点 那你自己选吧 你觉得哪张的沙龙拿相机会大 给我选一张 选一张 选一张 另一个沙龙的 这个又是金蓝 狼木子 一个黄昏的时间 还有 早上有机会都拍到这些神露 有些神露 冬天有些梦景 前景这个租呢 其实是做下去的 因为是两个画面 来的 但是你两个画面之中 表现得到 藏文 向着他们 一些地的喇嘛佛祀 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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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宗教的活动 已经是很吸引人 欺负人欣赏的地方 黑白 你留意一下第一章 没有那么多耶稣光 这章加强了一些耶稣光出来 所以背景的动感加强了 这张彩色也是有耶稣光的 动感加强了 看回第一章 没做这条耶稣光 也是一样的 另外一章 又是三个人不同位置 这三个人有说有笑 他们很开心 在交换他们的心得 这些茶好喝吗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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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福色 眼神表现都可以看到他们 那些很开心他喝这些 饮股的酥油茶 档盛好漂亮 这些题材也是彩色 黑白 一样那么美想 现在这张林秋姬的作品是不愧为世界十杰之首 很多人一起拍 这张后期的制作将两个字眼不同的气氛 形成了起前景中景远景的雪山 将所有特估有很大的立体感 烟雾尿妖加强了曬佛的气氛 所以贫贫莫掌 这张不是林秋姬的帝国 这张又是罗牧子婆婆向了庙子转祈福 这张表跟它距离很远 婆婆年纪太大了 所以有时她年纪大 你必须要入到个某地方 它就是摇对着这个字眼 念念有词 转经轮转一夜就是一个功德 那里有很多的 缅电的创作小和尚 创作成一个神务的风光 早上有露警的时间 刚刚太阳出 当然太阳的角度不是射射在寺院 但是呢 刚刚那些人满了 很漂亮 烟光起了烟光 小和尚他们的顶头锤 哇 玩得挺开心 是吧 手没触到 人物突出 做了一个冷调和乱调的感觉 整个背景就是一个冷调的作品 但是小和尚的红图 是一个很开心发落的乱调 对比鲜明 人物的表现真是干净利落 活灵活严 有一张夫人贝尔的彩色作品 《图马》 冬天的彩马 《图马》 表面是冷调 但是前面的套马人 和一些啡色的马 相当很温暖 也有这个冷暖的对比 是吧 一样是那些错误 那些套马真的是 我们需要安排 都几千元很贵 安排半个小时 为何这么贵 原来那些马人要浪费几个小时 在雪地找马 把那些马齐集到你们拍照的地方 冬天就比较小一点 因为太冷了 我们要赶紧到一起 一条表演给你们看 这张 去过就知道了 越南 在河村里面的渔村 九只船 有时八只 有时九尺 围成一个莲花 半莲花形状 搏了一个莲花 半只莲花 何花形状 那是光影很美 唯独在现场 你知道后面的山是什么 是很雜念 因为是何冲 所以为了加强的冲 福利索把背景 全退 换了一个很好的气氛 一拍起来 整理了一个生动 有力 也得金蚊同牌支持你 几张不同的制作 这个是福林布尔赶納 冲地赶納 这一张纯是用一个软钓 太阳很弱的出来 有些金黄色彩色的作品 这个色调就折到抢 金黄 接着做一些蓝色的天 包围的金黄色 冷调 上面冷调 地下冷调 中间暖调 这张照片就凸出来了 好 另一张 这个草马真的很精彩 我们专程就临走最后一场 就是这样 赶马 赶了很多圈 你看到三个层次的赶马 其实都是那些赶马 赶完一次又赶一次 在远远又赶到远远又赶到远远 因为你采取了人件 造成它三层色彩 有个马人 红色有个绿色 天空 尽量做一些蓝色的天空 如果是纯白 天空肯定没有大一点蓝 这个就是 你制作 夸张的色彩的技巧 所以不觉得太龙 夸张太龙 你做魔龙就不行了 大上 早期她的作品 真是章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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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地 一照落地取烟处处 金黄色的取烟 哇 冷暖两条相容 交错 如果没有太阳 就没有理想 这个叫黑石的地方 是越南一条小儿村 它的石头很漂亮 线条很漂亮 我们香港也有差不多 但是它有很多小孩 又够胆 他们在这儿 拔着衣服就过了 荆途蟹落中 完全不怕风浪 大家有些人去过 澳门最浓 背景有没有那么漂亮 肯定没有 这一张也是经过艺术的元素 去加强它 第一个元素 你拍得漂亮 就是一条龙 拿着一个醉壶 一单人 接着这边 菲鲁索做两个 对着你喷 为了亦加强气氛 烧炮掌那里 也是后期菲鲁索做它 这些炮掌 背景退了地 做一个蓝蓝地 黑色蓝色 那些色彩就会出来了 震光的雪地彩马 当然没有震光 几张烟尘鬼鬼 那么食分 但是整个草原冰风 雪地雪山 你会令你相信 是看见的心强神异 好有动感 霸上的精彩的树林 金黄色的白环林 马一有光 就出现了 有光的金黄色 没有光的雪地蓝色 有光的雪地是金黄色 是吗 这些光线是很好的 这也是特别性的 做得会灵魂异 另一个手法 这个吴炳桥怎么会有答应 对吧 但是你做一个展影之后 答应就很突出 有一张 拿奖很多的小孩子赶我 这张照片是两个地方拍 一个在三水鹅牆 拍了这些鹅仔后面的故景 在三水鹅牆拍的 前面这几个小孩子 其实在年秋拍的时间 他们没有玩我 他们是推了大的轻气球 差不多有直径就有两尺 两尺的直径 很大个的 让几个女儿 他推一推一推一推 他做了手势 笑容 他很好玩 回来 勾了三个小孩的表情概念 背景额长 前景零件三只鹅 因为是鹅牆领导的 很多时候我都飞着飞着走着走 抽三只鹅在前面 所以这张都起了功夫 但是拿奖无数 好了 今天我们介绍到这里差不多了 下个星期一再见 拜拜